觀眾朋友 30分鐘 世界的過程 我們去母台又要跟你說再會了 明天見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天天笑自己的寶 我娘的笑愧是馬村口 聽到這首歌 大家就知道 歡樂的午餐時光來了 當年在那個政府 推說國語運動的年代 電視台卻在五間時段 推出台語的綜藝節目 天天開心 沒想到一開播意外走紅 也捧紅了一大票主持群 當中還包含了資深藝人司馬玉嬌 原因就是那個天天開心的導演 鄭聖一 他也算是我的貴人 他說你來演沒關係 你就演你自己 他用卓聖一 時鐘大哥兩個人來搭我一個 搞笑就他們兩個人 然後我就演我自己自然就好 後來漸漸我看電影 我看到周潤芬 我看他演的那個喜劇也在搞笑啊 這麥芸氣質很好很漂亮 他也是演搞笑戲 梁超也好 張雪柔也是 哇人家都國際之心 我幹嘛不試著也這樣 漸漸我放鬆我自己 在主持天天開心之前呢 司馬玉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在歌仔戲中的扮相 時而花旦 時而小聲 唱作俱佳 1991年 楊麗花首次把歌仔戲 從電視裡搬到 國家戲劇院的大舞台 創新的表演方式獲得觀眾滿堂彩 但卻讓飾演貂蟬的司馬玉嬌 一度緊張到想此演 我說我很怕把你的眼罩了 他說不會啦 他們說了 丟給我一句話說 我對你都有信心啊 難道你對自己有信心嗎 我就接受一下 其實司馬玉嬌跟歌仔戲的淵源很深喔 本名廖之夜的他呢 父母親都是戲班出身的 從小司馬玉嬌就跟著戲班到處演出 而如孟然夏 他14歲就以童星出道喔 不過卻是演電影 有一個 所以說要找一些新人 試鏡 我爸媽聽到這個消息 就趕快帶我 對 我跟我媽媽 爸爸帶我去試鏡 我是爸美之一 後來呢 女主角跟阿伯和約到了 好像和約談不容 談不容的話就沒有辦法去約嘛 那他覺得說那我乾脆就用新人 然後那跟我爸就是 他說阿伯 我要給你做路主角 他是武俠片 那時候流行武俠片 所以叫取名叫司馬玉嬌 司馬玉嬌一連拍了好幾部 國語的武俠電影 成為觀眾心目中的女俠 也因為亮麗外形加上優美的身段 他被歌仔戲國寶楊麗花向重 找去拍歌仔戲 但在戲裡他沒有親自唱戲 而是由小鳳鮮老師配唱的 因為我沒有真正學過歌仔戲 我只是戲班小孩 我母親根本 壓根不喜歡我演歌仔戲 結果我還是演戲 然後跟小鳳鮮老師學唱腔走位 司馬玉嬌 買來唱歌戲 觀眾朋友啊 你來打個帽子 打個字 不僅演歌仔戲 當時已經是電視台當家 花旦的司馬玉嬌呢 還拍八點檔的連續劇喔 1984年台灣全面停播港劇之後 第一部找來港心合眼的台制港劇 鐵血楊家將呢 女主角就是司馬玉嬌 但她卻在當紅28歲的時候走進婚姻 對象是宜蘭觀幻世家的第二代 也是前籃球國手 兩人再一次幫朋友監工店裡裝潢的機會相遇 交往了半年就不入禮堂 不然有個人追我啊 她也長得蠻帥的啊 這樣講 學歷又高 她說好吧 被嫁人背得好累啊 想說乾脆就嫁人了 婚後司馬玉嬌接連生下兩個兒子 演藝事業也沒中斷 1986年她接下台灣最常見的節目 天天開心的主持棒 沒想到這個節目收視屢創新高 主持棒一握就是三個年頭 事業上再顛高峰 工地秀廟會一場 一場下來都是二十萬 一場 唱兩首歌一個歌仔戲 所以加上如果說認真加上的話 天天開心的出來一個月 然後跟我做工地秀一個月 我一個月差不多超過兩百多萬 從工地秀一路接到廟會主持 何方滿滿忙得不亦樂乎 螢幕上司馬玉嬌每天散播歡笑 但觀眾看不到的背後 卻是荊棘滿布的婚姻 平常講婚姻是要兩個人經營 要用心的 不是說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拉繩繩 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拉不動的時候也會累 那我也很忙 平常講沒時間陪先生 比較沒時間 但是我一有休息我就陪下來 我也會宜蘭 我們也沒什麼 你說吵嘴會去吵嘴炒家 會沒有嗎 難免會有 怎麼會沒有 司馬玉嬌努力扮演好妻子媽媽的角色 還盡心想當丈夫最有力的支持者 他們做生意 理所當然我要支持 我看到他很努力啊 支持了錢拿出去三百萬 四百萬 都沒有看到他有回收 我就好讓他講說 我願意讓另外一個女人來成就 對 所以兩個人就說 對 司馬玉嬌忍痛結束婚姻 但對前夫的感情還在 所以後來當他的前夫 說要競選國大代表的時候 為了維護形象 兩個人又再度破禁重圓 他想說 就讓他當公眾人物 也許他就比較會穩定 所以我的公婦婆婆來找你 成就他們的願望 兩人結了第二次婚 但結果卻是 先生國大沒有選上 感情世界又有新的對象 司馬玉嬌決定退出 二度離婚 所以我自己知道 他已經要加入女朋友 那我就主動地 拜一拜 真正走不下去的時候 放手 放手 放手就是 當親人 當朋友 離婚後的司馬玉嬌 獨自扶養兩個小孩 又肩負房貸的壓力 但2006年 母親就事的打擊 讓他瀕臨 崩潰邊緣 沒通告嘛 沒現金收入 當然一直在支出 我會憂鬱 我會睡不著 很久會 嗯 還要喝那麼多才會有困 乾脆換 我們 換S2好了 這是一段長達一年 憂思欲竭的痛苦歲月 我家的這個 這個有玻璃嘛 它四方有 蓋著 蓋著蓋著 蓋著 地板上是 木頭嘛 它滑嘛 口頭 就在這裡 十足跌倒 留下將近五公分的疤痕 也把司馬玉嬌摔醒了 我也很後悔啊 後來我就 就去看醫生 我說 醫生我只是想 讓我睡著 我不要再很久 我要改久 就這樣子 借酒之後 司馬玉嬌賣掉宜蘭的房子 靠著有一搭沒一搭的演出 終於把五百萬的貸款逐漸還清 我愛上燦爛秋雄 無家衣衝無心間 若對身有殘忌 心事暫時放不去 無緣無人來看見 找個人心思的祖明 異界人生真的 當藝人好心 現在的司馬玉嬌揮別過去傷心往事 和幾個資深藝人朋友呢 投入慈善事業 幫助弱勢小孩和老人 很會 我歌舞文 不會啦 不會啊 不會 不會去 再回想那些 因為都已經過去了 而且我覺得我現在過得很快樂 曾經是家喻戶曉的歌仔戲當家花旦 也曾主持台語節目闖出一般成績 历经戏剧般的人生路 司马玉交最难忘的 始终是在舞台上挥洒的每一刻 前年他把在台北市长春路 住了45年的房子卖掉 搬到新北市 虽然生活过得很简朴 但他很快乐 很充实 也更加爱惜自己 现在透过做工艺 继续散播他的天天开心 以上是我这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的你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也麻烦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并且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回分享的故事哦 哈喽everybody 现在阿比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温王的APP上架咯 多一个下载多一份力量 现在请你扫描QR Code完成下载 并且输入阿比的推荐代码CTI216 或者是资深的CTI699 听中天监督的力量 然后你BERG smooth 感 hinaus 盖 多一份遇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